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环节也恰巧是栓打当中很重要的 为什么栓打很快 两个人场地相对的变小了 那么短边相接 那么你要是这两个环节处理不好的话 从开始就被动 根本就过不了几拍 那么下面呢 我分别呢 跟你们就这两个问题要深入的讲一下 首先呢 那个发球 双打一般习惯于用反手发球 咱们的握拍要上一点 通常情况下是握在 肌肤就是拍柄跟拍杆的接合部位 为什么呢 因为单打的接发球的距离短 它仍比较靠前 对你发球的质量要求特别高 像你刚刚说的 怎么发怎么被打死 就是因为发球太高 过碗太高 对方就给你扑下来 那么因此呢 从那个握拍的开始 我们发球就把它往上握一点 拍子的距离短了 是不是摆动起来就稳定性更强了 并且呢 这个手心全部空出来 很放松的 右脚在前 重心在右脚上 后脚就自然地点地站稳 然后吃拍手 很自然地放在体前 微微地拍子往后拉 然后这边一放球的同时 这样一个动作 收手腕 手指控制住这个拍柄 它是不动的 球就很稳定地就送出去了 很轻松 往前挥动发力的这个动作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 就像你在生活当中 你画着一根火柴 你要把它这个火柴把它甩灭了 就是甩火柴 把它甩火柴这个甩灭 或者是甩手 你的手沾满了水 你经常要甩一下 把它甩干了 就是这个动作 那么机球的时候啊 这个拍面 机球的哪里呢 你要斜拍面 切机球 这样子送推送比较稳定 手指固定在这儿 一甩 一个自动动作 球发出去 比较斜的一点 一致的翻线 这样是最稳定的 很轻松的 就过去了 来试一下 要放松啊 往下一甩 这个角度不好 要跟拍面一顺的角度 你们俩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角度不好 等会儿 你把这个拍子 再顺过来一点 我刚刚说了 握在这个拇指底 在这个斜 斜拍宽的地方 放松 不是拍的角度 放球的角度 这个角度 试一试 感觉到了吗 对 撕的摩擦 要的就是这样 你听声音都不一样 有一个摩擦的声音 好 好一点 刚才我这样一拉拍 一收手腕 不就是小球吗 那么当你要发后场球的时候 同样的动作 往后一拉 你注意啊 这个手一抠 我的大拇指往前一顶 你看那个球就到后场去了 整个一个动作 我打 发球之前 全是一样的 你看 小球 出小球 在同样的动作啊 你看 不是这样出小球 你看我一抖手腕 你不好判断吗 你的对手就不知道你 你很隐蔽 啪 这个一翘 像一个杠杆 翘东西一样的 手一抖 这个大拇指往前一顶 这个球就过去了 我刚才看着眼睛 我看着眼睛 这个部队 是这个部队 这个部队 这个部队 是这个部队 就算了 对手一抖 这个部队 我打得到 小球队 是这个部队 我打得到 刚才是一个部队 我打得到 这个部队 我打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